大家午安 104年度虛擬世界来临 我们准备好了吗 研习会现在开始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行政院蔡政务委员玉玲 还有葛如君及唐凤讲座 演讲主题分别为GOV乘以G00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蔡政务委员为我们介绍GOV乘以G00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最近大家很辛苦 很多课要上 好像你们礼拜六还要上一个网络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虚拟世界来临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是更虚一点 比网络又更虚一点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 网络世界跟虚拟世界什么不同 其实它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一些地方是不同的角度 来观察一个 我们大家不是太熟悉的一个世界 那其实我们目前大家所处理的一些业务上 基本上比较偏实体 而且也比较偏制造业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开始说 因为我们的政策跟法律上 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的思维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来认识一下 这个虚拟世界道理跟实体世界差别在哪里 我们总要先认识它的不同 我们才有可能好好的去思考 我们政策面要怎么去处理 那各位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 GOV 这个你要用 有人说M 有人说Plus 有人说Cross G0B 那这个各位现在 旁边这个G0B这个logo要记得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logo 从318开始 这个幕后最大的工程 也是G0B 那这一次的选举 这个后面很大的工程 这个G0B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这个G0B就是代表我们在政府里头的这个大机器里头 那它有一个运作的方式 那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不在政府这部大机器里头 它们一样可以这么powerful 它们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世界在一个领域里头 有我们不熟悉跟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我们以这个G0B的这个角度呢 我们要认识G0B以外 我们透过这个Cross 这个Cross也代表合作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这个G0B一起合作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安排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会先由这个 葛卢君的博士 先谈那个X 他说那个X呢 是指数型的成长 意思就是说现在成长已经不是现形的成长 这个叫指数型的成长 所以各位可以 他会告诉我们世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会介绍就是 就是已经在发生的 以及将要发生的这个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会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 我近期任务以后一直在推的虚拟世界法规调试 这个部分 但如果跟我参加过那个虚拟世界法规调试的 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好谢谢谢谢 这个有几位 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针对这个虚拟世界我们去做一些法规的弹诊 然后再做一些这个法规上面的一个一个就是推动 那基林医的部分就会由唐凤这个来介绍这个基林医的这一块 那唐凤如果各位看人首相这个介绍唐凤的话 他们两位都1981年出生了 就民国70年出生了 那这个都非常优秀 就是葛露均去美国这个奇典大学 就是唯一的这个一个去参加这个奇典大学的托运 那唐凤你看他如果是70年现在是33岁嘛 他现在是想现在退休中 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退休了 所以他现在做了很多志工的这个工作 因为他已经创过三次业 所以他的学历是这个 小学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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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座如果有劳动部 我上次劳动部还请了好几个科长 就跟唐凤还有今天这个TonyQ也在嘛 TonyQ也在嘛 这个几位都是大学没毕业 所以这一次我请那个TonyQ 要到我办公室 当这个基要这个人事处 这个人事处没过 因为他只有高中毕业 所以这个没办法这个推动 所以我上次就跟这个任志董事长 我们需要去跟那个选序部讲一下 我昨天开了前天开场会 全聚部的这个代表坐我旁边 我一直跟他讲说学历可能要考虑一下 因为听说 听说现在在大学里面了 如果你大学念到毕业都没有人找你创业 有点选 所以好手都是还没毕业就已经被挖走了 所以我们各个相关部位 我们可能要来思考一下 学历本身在未来的世界会是代表什么 这个我想可能是有很多的面向 我们都应该去思考一下 这个世界真的转变了 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跟上这个转变的这个大社论 然后希望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台湾 虚拟世界的台湾 与实体世界的台湾更好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也欢迎今天的第一个讲者 葛如君的博士